歡迎收看九合一關鍵選戰特別報導 我是吳安琪 年底選戰逐漸的逼近了 藍綠白的版圖 會不會跟著選戰的結果來變動 翻轉呢 各方陣營都在步步的進逼 跟著近新聞的腳步 我們一起來透析全台的戰況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雲林縣 這個是民進黨在佐水溪以南 除了嘉義市第二個藍色執政的縣市 因此要搶回雲林縣 對民進黨來說 是守住了佐水溪防線 這次民進黨派出立委劉建國 來迎戰現任的張立善 但是我們從民調分析來看 劉建國從4月被民進黨徵召之後 民調都處於劣勢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從24%到38.04%到23% 三個月都跟張立善 差距超過10個百分點 那民調想要超車就得打中對手 而我們記者李怡婷跟郭彥婷 親自走訪了雲林 帶你來看到 佐水溪以南的第一站區 雲林縣非常特別 它是台灣的農業首都 因為農會系統會讓地方的派系 容易被操作 而雲林人大家都知道張家班 也就是張立善他從哥哥到姊女到先生 都是雲林的張家班 因此這一次呢民進黨就借盡了 上一次在中二選區補選 成功下架嚴家的經驗 喊出要下架張家 希望能夠終結這種地方派系 把持整個縣市的黑金政治 第一場開地平安 動土儀式祈求開工順利 張立善一如往常的跑憲政行程 還是以推動憲政為主 我沒有因為選舉而停下腳步 我每天每天都持續的在推動憲政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些政策 都是延續的 延續憲政話語中總會不經意透露 出起一半塞乎不通話 不過當然有人想翻新 雙手比出勝利V 剛抽中二號劉建國立馬 啟動戰車巡迴大街小巷 當了四屆的資深立委 這回要讓抖六出一個縣長 抖六出一個縣長 我是抖六土生土長的職地 那基本上抖六是我的這個故鄉 六十多年來也沒有出過抖六的 四級的這個縣長候選 雲林縣六十八萬人口中抖六第一大 有十萬人 但這裡公教業密度高選民結構深來 就上一次縣長選舉以票數來看 民進黨在抖六輸的最多 抖六的徒弟栽培了劉建國 能不能一路也栽培他走進 位在抖六的雲林縣政府 2018年雲林縣長選舉 張立善以百分之五十三點八 打敗了尋求連任的李靖勇 而這回誰能夠入主縣政府 民進黨以劉建國打著抖六子弟的稱號 喊出要下架家族政治 熟悉面孔低調坐在最旁邊 張榮為女兒前立委張家俊 要叫張立善一聲姑姑 地方行程張家俊常常來相陪 張家派長達三十年的政治耕耘 張家的人脈連結 家族成員 雲林人很多都背得出來 哥哥張榮為前雲林縣長 先生張永成 周華民國農會總幹事 弟弟張啟蒙 農業合作社 全聯社理事主席 張家不只是鐵三角 在雲林甚至流傳 哥哥當完 妹妹當 妹妹當完 換誰當 這句話 這樣的一個政治背景 還有事業的背景 其實是 我是小屋見大屋 我母親一手把我趕大把他帶大的 最主要我的兄弟姐妹 我上面的人 還有甚至於未來的人 都沒有人參與政治 下架張家 這口號是不是很熟悉 要用手中的一張票 來改變地方上的家族政治 派系政治 中二選區下架嚴家 當時綠營大打空戰 從網路形象下手 指控台中大大小小事業 全都是嚴加抓到 如果複製貼上後 也能打出雲林被張家 整襪旁 當一個首長 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 政治家族的保護 也不要有事業上的保護 他才可以全心全力 已經老掉牙了 每一年都是這樣 不夠新鮮 那因為這幾年來 我本身的整個的政績 還有我本身一步一腳印的 這樣的一個努力 相信都看見了 我覺得這個已經 不是什麼可以打的議題 撕不掉的張家標籤 其實也曾讓張立善吃到苦頭 2014年對上蘇智芬接班人 黎靖勇吞下敗仗 2018年才捲土重來 完成了縣長夢 綠營麗拼斬斷 張家在雲林盤跟錯節的政治系統 但根據9月底 網路溫度計民調 預測當選率 張立善是51.2% 劉建國48.8% 再看三例新聞民調 張立善支持度36.7% 高於劉建國23% 選不出來的有38% 在政黨傾向上 泛率29.4% 泛藍19.5% 中間選民卻高達51.1% 顯見即便雲林基本盤是 綠大於藍 但選民多是選人不選黨 也讓地方的關係經營成為主戰場 張家的一個影響力 可以說非常的大 那包括我剛剛所提及的 農業這個系統的部分 幾乎所有全台灣 全雲林縣 所有的鄉鎮市農會 幾乎都跟他們有一定程度以上的默契 講起雲林命脈就是農業 更被譽為農業首都 這種風土民情催化下 地方派系的力量特別強大 要不讓張家躺著就能連任 只要是農業會堪 第一線總會看見劉建國身影 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走進田野間 傾聽農民的需求 這樣的畫面在雲林常常出現 就算張立善處於領先的狀態 好險他還有中央當靠山 一個國家體重心是兩年 必須要完工 八月十五已經動工了 台大雲林復原這個 二級擴建也應該在最近裡面 就會來辦理花包 他們有很嚴重的這個色彩區分 跟黨派之分 應該你講十三年你做了什麼 不是這三個月想要中央來開支票 也想要中央來背書 才說如果中央跟地方配合 那其實你們早就配合 超過好幾年以上了十年以上 翻開南台灣藍綠版圖 濁水溪以南萬綠從中 雲林縣的藍特別顯眼 劉建國首長選戰初登場 想為綠營奪回濁水溪防線 壓力權落在身上 近新聞黎廷 郭彥廷 雲林採訪報導 好看完濁水溪防線 我們鏡頭再往北走 民進黨想翻轉的還有台中市 這一次在台中市是派出了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來挑戰現任的台中市長盧秀燕 那這兩個人的選情要回溯到 過去台中縣市尚未合併之期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是台中市的行政區圖 那這次還沒有合併之前呢 綠色的部分是台中縣 而藍色的部分呢 則是台中市 那過去呢 在這個台中市的部分 其實是出了包含 盧秀燕或者是胡志強 他們都是出生市區的 而這一次呢 蔡其昌陣營呢 就不斷的喊出 要讓原台中縣區出生的這個蔡其昌 來當市長才能夠讓縣市合併真正的縫合 而這種在地情感的訴求呢 在民調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起化學變化呢 我們分析了三次民調的結果 可以看到呢 蔡其昌呢 是21.9% 到這個10月16號 到美麗島電子報的時候呢 是62.6% 到了最近11月3號 在一平新聞網的時候呢 他的民調呢 是已經超出了盧秀燕 到了54.1% 真是非常奇怪了 怎麼會在這個最後一個月 突然的這個超車了呢 那我們記者呢 就到了台中實際來觀察 台中市現在的選情 發現呢 原來呢 選情看似穩定的盧秀燕 因為他相對穩定 所以呢 他這一次是全台 跑透透的在輔選 那就剛好讓蔡其昌 找到了破口 他攻擊盧秀燕呢 他還佈局全台 是不是選上之後呢 要落跑去競爭 2024的總統大位 我們這次要三番紅的 馬仕然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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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權 合照 歡呼聲從一進場 就幾乎沒停過 今年是秀燕執政的第四年 可是這幾年以來 發出7190萬 加金7200萬左右 談政策也不忘蔣政績 至此展現出高人氣 腸子熱似乎也反映在選情 10月28 選前進入倒數一個月 盧秀燕傍晚出席 台中市全民運動會 頒獎表揚大會 其實早上人跑到台北 替蔣萬安輔選 下午趕回來市政行程 晚上還有重頭戲 萬人造勢晚會 晚上造勢會不會太累了 不會 不會應該做的 謝謝 那現在距離選戰 越來越近了 接下來還會到 外縣市去服選嗎 不一定 大概會比較以台中為主 比較以台中為主 還是有可能會再往外縣市 對 但是比例上 會以台中為主 這一晚在台中殺戮 舉辦農漁民海線聯合大造勢 但他要面對的 不只是台中選民 隔天就跑到嘉義助選 燕子四處飛 全力衝刺2022 2022年台中市長選舉 似乎感受不太到 決戰中台灣的激情 現在市長盧秀燕 夾帶著地方執政的優勢 民調跟聲量持續不墜 現在似乎也扮演起藍營的母雞 全台灣從北到南 四處輔選駐獎 而這樣的輔選行程 是不是真的起得了作用呢 過去我們一直看民調 大概是6比4左右 就是盧是6 蔡英昌是4左右 那這個變化不大 我覺得盧秀燕本身 他就是因為選情很穩 所以他才能夠到各區去輔選 市長好 市長好 2018盧秀燕就以20萬票之差 大勝當時尋求連任的林佳龍 如今勢必要拿下更多選票 現階段 不論各機關做的民調 都勝過對手蔡其昌 台中市選情 看似平淡沒有大驚奇 宣戰打佛系路線 反倒積極搶救 外縣市的駁火戰區 他能夠做的就是到處跑 到處跑 你要選的是台中市的市長 你要選的如果你是總統 你當然要全國到處跑 他都說市政很忙 可是市政忙 不出來拜託市民 卻有能時間去拜託 其他縣市的市民 這個才是台中市民覺得 憤恨不平你的原因 挑戰者是現任立法院 副院長蔡其昌 過去也擔任過四屆 台中市海線立委 同樣也有地方資源與人脈 這回從中央回到地方打選站 面對盧秀燕四處輔選 也讓綠營找到撲口 很多人都在聯想嘛 因為選完市長 馬上就要選政府總 馬上就要選總統 那他是不是要直接做他的總統夢 要跟侯友宜來競爭 或者跟侯友宜來搭配 這個我們不知道 現階段國民黨侯友宜 盧秀燕都被外界視為 藍營最強太陽 而這兩位都是2022縣市長候選人 萬一都順利連任 究竟未來會不會直接問頂總統大位 因為現在藍營的縣市長候選人 就是您跟侯市長就是民調最高 那未來有可能有下一步的規劃嗎 不管是黨主席或2024這一步 今天請多報導我們全民運動 會拿到第一名好不好 今天還是今天就是以市政為主 每當被問及2024 盧秀燕總是打太極 直到接受趙少康網路節目訪問時 才首度表態 國民黨現在就剩這兩個指甲市長 那我不曉得年底會選得如何了 但是如果說兩個都去選總統 我覺得可行性不太大了 那所以我倒覺得 但侯友宜我覺得她很合適 那我覺得她去參選的可能性比較大 盧秀燕把球丟給侯友宜 只不過參選可能性不大 也給外界保有想像空間 其實她只要能夠不縮使這件事情 她可以讓大家像我們媒體對她一側 會有一個更上一層的想像 其實反過來對她的選情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這個人是大衛的人 或大衛的可能人選 但是她最後會不會做她不知道 而且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好像大姑娘上花叫妞妞捏捏啊 盧秀燕跟姜體成在2018年 在爭取國民黨提名台中市長的位置的時候 盧秀燕的幾個月完全不表態 甚至讓人家覺得她不想選 她是到了最後一刻她才去領表 她的個性是這樣 她就是她看這個東西她會想很久 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爭取連任持贏保態 這一仗看似輕鬆 2022台中市長寶座最終誰來做 恐怕也牽動著國民黨務局2024 靜新聞 彭新一 梁莉玲採訪報導 好 再來我們要深入的分析 在這一次意外成為激戰區的苗栗縣 選舉我們常常會聽到撒卡都 就是三強鼎立 不過這一次在苗栗可以說是顛覆傳統了 藍燕分裂 綠燕也分裂 根本是多強鼎立 競爭激烈呢 宛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民調一樣 眼花撩亂 而議長中東景呢 他在宣布參選之後 其實他始終領先 然後呢 他幾乎把原本屬於國民黨提名 這個鄭藍軍的這個謝福宏 整個人是打趴了 也因為藍營瓜分的選票 民進黨提名的這個徐定征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表現不俗 最新民調呢 有到了25.84% 他一直都維持在第二名 而徐定征呢想要趁勢突圍 他把目標全鎖定在中東景 他想要邊緣化謝福宏 在最近一次民進黨的中常會上 徐定真說了這麼一番話 我們先來聽聽看 我們苗栗鄉親 我們能夠接受一個拿西瓜刀 一個拿西瓜刀 砍傷人的這個殺人犯 來當我們苗栗縣的縣長嗎 我們能夠接受 還在經營殺死場的這個 黑道大哥來當縣長嗎 所以在這裡我要呼籲我們的苗栗鄉親 大家站起來 我們拒絕黑道守護家園 集中選票搶救苗栗 那72年代從來沒有輪替過的苗栗 沒有輪替就沒有比較 就沒有進步 好真的 徐定真他主打的就是中東景的黑道背景 也喊出要終結藍營在苗栗72年的把持 不過他也要面臨地方實力不容小覷的 時代力量參選人頌國鼎 選戰最後關頭究竟會不會氣飽 又會怎麼發酵呢 來看我們記者許惟倫的分析報導 從苗栗縣長徐耀昌夫人蔡立卿手中接過好彩頭 蔡立卿台上也替中東景賣力拉票 台下爆滿民眾還包含現任鄉長 村長 誰能想到這裡還只是石潭鄉 也是苗栗縣人口數最少的鄉鎮 鏡頭快轉到晚上 中東景一晚連跑兩場問政說明會 不只藍營小雞 聯民眾黨也幫忙拉抬 基層實力可見一斑 但高人氣的背後卻也伴隨著爭議 中東景的金錢帝國的版圖 就是用砂石拼湊出來的 是用砂石堆積出來的 他們現在講我做砂石油沒有油 當地不做什麼 穿路前做的男裝不是做什麼 當然我做砂石 老實講我一定是遵守法律遵守規矩 沒給的關愛案不太不起 你之前自己開記者會自己承認的殺人未遂 說清楚你保證你沒有其他的案件嗎 你確實殺死人了 你現在是不是要退選 我老實講我老公只是年輕的時候 怎麼跟打架這樣子讓對方有一點受傷 你就寫了一大堆罪名 過去背景 中東景陣營在一次又一次的說明會上 澄清再澄清 脫黨參選的他 得面對國民黨推的政港候選人 國民黨提名的謝富宏請走市場敗票 黨主席朱立倫站台不說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以影片駐權 就怕藍營分裂 反倒讓民進黨漁翁得利 所以為什麼一直說中東景先生 你為什麼沒辦法去被提名的原因 當然你就是比較多爭議啊 那會不會影響到22個縣市的 這個國民黨的縣市長選舉 在他的爭議的性質一直在發酵了以後 我相信已經藍軍很多都已經回歸了 藍軍回歸了嗎 中東景宣布脫黨參選後 民調一路領先 但近期最新網路看好度 謝富宏以29%打敗中東景18%逆轉勝 當初可能有這種現象 而且他一直在操作這種假民調假消息的 這樣子的 當初很難突破沒有錯 那是真的是選戰的一個非常困苦的時期 但是因為好在老天爺有言 真的可能是很多天兵天將再來神助 因為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奇摩公司 他在10月20號的時候 來舉辦一個民調 那個民調一顯示出來的結果 大家就很有信心了 藍營內打的火熱 更讓民進黨看到勝選曙光 你們藍營也分裂嘛 你們藍營也覺得假告告 認為兩組人馬你們都還是會贏 那你們沒想到整個的氛圍是 我們苗栗鄉親是已經收夠了 2018年徐定真獲民進黨禮讓 以五黨籍參選苗栗縣長 當時在綠營基層有雜音情況下 仍拿下11萬票 這回正式代表民進黨出征 被看好有助綠營基本盤歸隊 再衝高票數 雖然是七成年來最有機會翻轉的一次縣長選舉 不過更生蒂固的派系政治 仍然深深影響苗栗的政治生態 老一輩的啦 他們瞭解說派系啦 他們派系的利益 也一定大野黨國的利益 他們就是輪著來的感覺 有這種默契 劉派兩屆 黃派兩屆這樣輪著來的感覺 但是慢慢有幾次被打破了 傳統上苗栗分為黃派與劉派 劉派大佬劉正宏和謝福宏屬同派系 新黃派大佬有前縣長復學鵬 徐耀昌中東景也屬新黃 儘管過去也曾有五黨籍選上縣長 卻仍有派系政治的影子 加上民進黨仍然有隱憂 所有候選人中最年輕的議員宋國鼎 在年輕族群和竹南鎮 造橋鄉 累積以鼎實力 尤其問政表現和參與 昆虞廢棄物掩埋場案抗爭過程 都加分不少 也為飯率整合 埋下衛爆彈 實在力量做一個本土化 做一個台灣為主體性的政黨 這是無庸存疑的 但是是不是就因此貼上小綠綠 而所謂的是一個附庸 這個我比較不能認同 是因為我們一樣 當我們在主張我們國家正常化的 一個情況之下 的前提之下 我們同時要強調的是 我們的每一個我們的縣民 我們每一個國民 本來就應該要能夠有自主的決定前 這不就是我們在強調本土化 強調這些的重點嗎 拒絕被貼上小綠綠標籤 實在力量要走出自己的路 加上無黨籍無勝勝 在苗栗線上演無搶一戲碼 戰況毀局多變 誰能入主縣府還有變數 紀新聞新聞干函人陳寶寶 好 九合一大選呢 人家都說是蔡英文總統的其中考 也是他的黨魁保衛戰 民進黨在最後關頭呢 將會鎖定 我們畫面上看到了這六個縣市 來做最後的衝刺 尤其在桃園市跟新竹市的部分 究竟是雙贏還是雙輸呢 變化非常的劇烈 紀新聞會持續帶您深入分析選戰的最新戰況 歡迎持續鎖定九合一的關鍵選戰報導 新章文在馬上也請回家 攜拳手 前進去 跟新竹市有關鍵選戰 攜拳證 起雙吻 先進去 真的 有